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香妹杨子 马上要过春节了 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这里过节要准备很多东西 什么腊肉,香肠,豆腐啊,豆渣,雪豆腐这些 今天我们要准备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也是我们这里过年必备的,叫熏鱼 所以今天我们去市场 平时人力量都非常多的一条街道 那边有个大市场叫新峰市场 今天就去那儿买一条鱼 过年的时候还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吃招待亲朋好友 买手机送来 Custom Network,买手机送来 8月13年5月12日 牛鸦林 条件 买的越多你就省的越多 省钱才是印到 明日三年级至冬年之后 请大家千万不要 请连锁超市 给变商品全部长期 全程商品 各位朋友们走过来 来来来 三块钱了 三块钱了 进来挑进来选 进来挑进来选 三块钱了 三块钱了 进一圈进来选 三块钱了 进来挑进来选 三块钱了 来来 进来 进去 进去 三块钱了 进去 三块钱了 三块钱了 两块钱了 对 现在挑进北面 白九州 来 小群 咯 咯 即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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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少 等败入货 不要错过 欢迎新闻付客 GPS選购 蹭大点下 冬舍 中圈49人起 走货路货不要看一货 你在这儿吗是吧 红薯糖 红薯糖 加这点鱼煎要不要的 十八价要十 好的十八价 回来了 今天下雨了 我们已经回来了 外面街上是不是很热闹 一直会到过春节的那天都会这么热闹 我们这里春节会延续到元宵 所以大概前前后后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是特别热闹的 今天还是下雨的 如果没下雨人会更多 刚才买的时候这个鱼 它已经给我们刷好了 现在就把它清洗一下 因为外面有好多 还有好多鱼鳞 把那个鱼鳞一点洗干净 就马上腌下来了 两条鱼你们猜多少斤 十三斤 五块钱斤 六十六块钱 两条 大不大 白脸 白脸 其实我也不认识 你跟我说它是马脸 我就以为它是马脸 像草鱼 鲤鱼 基本上还能认识 其他的鱼我就不认识了 白脸它是鱼钩都是白色的 马脸它是鱼钩都是黑色 就是白色了 刚已经弄掉了 就是我黑色也把它洗掉 嗯 这里面有一层黑黑的那个膜 把这膜撕掉 手不好撕 用刀一刮就掉了 有香药啊 现在开始准备调料 鱼 两条鱼都洗好了 洗得满身是汗 洋葱 洋葱 大蒜 还有花椒 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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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小炸 这要腌一个晚上 明天再取出来 米酒 花椒 这个是高度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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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熏得有点微微醉了 放点酒 不一烂 保存时间跟酒 料酒 生姜 洋葱 就去鱼的腥味 生抽就是给鱼上色 到时候出的成品好看 一些漂亮一些 因为熏了之后 它本身也会上色的 翻过来 咸鱼翻身 再撒点盐 我们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 才会做这个熏鱼 平常都不做的 平常也可以做 只是说冬天它温度低 就不会那么容易坏 其实以前这边吃熏的东西 就主要是为了保存食物的 慢慢的大家也喜欢 那个熏的味道了 所以现在熏制东西 又变成一道本地的特色美食 我们买的这鱼 市场上它是活的 所以就会更新鲜一点 大概十分钟 把它取出来 再揉搓盖它 揉搓 我们这次这个鱼熏好了之后 像平常我们这边的话 就会稍微煎一下 或者是炸一下 就可以吃了 但我们这次 我跟姐姐俩想挑战一下 把它可以做成那种熟食 直接可以开袋即时的 可以当零食吃 放到罐子里面 以后亲戚朋友们来的话 也可以直接取出来 招待他们 看看味道怎么样 到时候做出来就是 汪式姐妹的口味 会有一点创新的 就这样吗 烟雨的最后一步 上塑料锅膜 鱼的做法很多 而且鱼它的香菌也很好 年年有鱼 好了 包好了 鱼不脱风了 明天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上炕去熏了 就跟熏腊肉和香肠一样的 这已经是第三件了 这是我们昨天搞的烟鱼 熏鱼 昨天已经腌好了 腌了一个晚上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应该已经入味了吧 好香 特别香 正好老爸在洋餐把它熏一下 我们搞不好这个东西 必须老爸吗 因为这个很重的 还要用绳子把它刮起来 刮到这个上面 然后整条熏到炕上 你先做鱼多少钱 两个 我有个 你先做鱼多少钱 这个是几块钱一条 你先做鱼多少钱一条 你猜啊 这个鱼有五五五星多 你妈的是骨子又是白脸 白脸 白脸皮 白脸是两块多钱一条 两块多钱 我没吃 我没五块 有几个十块啊 不是的 你让我吃点下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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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挂挂 还有我们的香肠 熏的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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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条三十三块钱 嗯 你够筋点 我够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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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筋点 够香肠吃的啊 这我们的香肠 上次灌的 已经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还可以 你看 不要熏的它被柴 太扯了就不好吃了 还有这里面是雪豆腐 这个雪豆腐有点被老鼠咬了 这里面是用了豆腐 还有加猪血 还有花椒 辣椒那些调料 你看一下 哈哈 转框 转框 我把猪肉皮子 一起搞 你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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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篮子 但是有好多都已经被老鼠吃了 我们就把它扔掉了 嘿嘿 现在这就不好 就是有老鼠 我切把 阿咋香肠他没切就好 香肠他有豆腐啊 他怕阿咋什么块切的香肠 他有豆腐我抖着 他更喜欢吃豆腐 豆腐不乱行 他会不会去雨啊 哈哈 装不到 不得把棒一切 他就得不行切的 我那天在弄个柜子里面